年邁長輩頂著烈日排隊 綿延數尺來打疫苗 有人等到不耐煩 有人真的熱到中暑 確實那天就是很熱 是真的是因為沒有喝水 沒有喝水人倒下去 有啊 當然有啊 有啊 幾個老人家有這種狀況 我這裡就有兩個 有民眾就在臉書po文指出 熱死了 排了兩個小時 還有老人家暈倒 被救護車再去醫院 沒想到鐵證如山 中市府還否認是假消息 他們對昏倒的定義吧 因為我覺得說太熱人倒下去 送醫就是昏倒 定義不同 當然是真的消息啊 因為有名有信 也是我當下在看就是這些 這兩天47個快打戰的指揮官 沒有跟我回報有這個長輩 因為熱暈送醫的 這是不時的消息 請不要繼續誤傳這個假訊息 以免造成了長輩不安 前一天才強硬呼籲 不要散播假消息 隔一天馬上改口 那時新聞局發錯了弄錯了 的確是在打的過程中 有人不舒服 我們要表示抱歉 頂著烈日 長者排隊打疫苗 民怨累積真的打出問題 環宇新聞紅石層 吳明葉劉沛婷 台中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要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打開啟小鈴鐺 打開啟小鈴鐺 好嗎 請不要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